我愛你那一條花 陳奕隆我覺得他是天生的演員 他真的是很有表演天分 拍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我們爆發了很大的衝突 他的表演方式 跟我對電影的表演的認知 是有落差的 然後到那一次之後 他就非常棒了 對我來說非常棒 是他調整嗎 對他調整 我這次跟凱勳 我們也花了很多的精神 去抓這個角色 一個離婚的單親爸爸 退休員機 單親爸爸的計程車司機 然後你做什麼都失敗 你是個失敗者 他的陽剛 就會顯得太丁了一點 有時候會太硬一點 對那我們就去修他 提醒他 說鬆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演出指導導演 應該真的功不可磨 我有看到這部片的演技是很 是很閃亮的 嗯 嗯 英格報道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聽到訪問是電影艾琳娜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琳娜的導演 林靜傑 導演好 樂榮哥好 好久不見 對 八年 最遙遠的距離 是 是你的上一部片 沒錯 這是 八年中間都沒有再拍過別的電影 八年有啊 其實一直在拍 對 那只是說 有兩部紀錄片 是 對 那一般紀錄片 大家比較不會算到電影 對 但事實上 對我來說都一樣啦 那有上院線嗎 有一部有 有一部叫尋找被害的人 對 是他們在 對 王文欣 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 是 對 那時候有在長春戲院 上了兩個月 好 另外一部 另外一部叫做 跟著賴河去撞遊 欸 為什麼我也聽過 欸 我有看過 你有看過啊 真的啊 是課台的 課台的 對 一群學生 一群高中生從台北到彰化 是不是也有入選台北電影獎 那時候沒有去報台北電影獎 那時候沒有去報台北電影獎 沒有嗎 那我怎麼會看到 欸 我好像是擔任一個評審工作 真的啊 看到 OK 而且我還記得是課台 課台 對 很有意思 還是金鐘獎嗎 我不太確定 嗯 但拍得有點長 有點長 對 有一點點長 兩個鐘頭四十幾分鐘 是是是 因為它原來是一個十幾的東西啦 你剛才把它 對 就是 那時候課台非常有gas 它就是八點檔 竟然放紀錄片 了解 對 然後就是 每天一到五嘛 每天一集 一個鐘頭的紀錄片 那個時候是湯昇榮對不對 對對對 台長是徐清雲 台長是湯昇榮 對 所以 這中間我還看過 早一點的過程 真的 平常就只有看到這一部 說真的 和我原先預期的很不一樣 喔 真的嗎 應該是說 我腦海停留在最遙遠的距離 喔 那種很冷 冷掉的 然後很內心的 是 沒有想到艾琳娜 其實從編名 就讓我有一點點驚訝 覺得好像滿通俗的 我是要通俗啊 然後等到一看 就發現它其實是一個 商業大製作 喔 真的嗎 欸 你這樣講我很高興 以台灣來講 我的目的就是要 讓大家覺得是個商業大製作家 我覺得是個商業製作 喔 嗯 所以花多少錢 呃 製作費 應該是在3500到4000之間 差不多了 對 因為後製還沒有全部算完 對 就還欠帳就對了 對對對 沒錯 艾琳娜的故事 據說籌備滿久的 嗯 好像有些人 嗯 在臉書我看到他們寫 嗯 他們很多年紀就聽你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想講一個 一些老公的故事 嗯 我大概光是劇本階段 就將近三年 對 然後 啊 一開始就是打算寫一個 很主流通俗的商業片 對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因為你沒拍過 也不是 我覺得一個導演本來就是 什麼樣的東西都是可以拍的 對我來說 我沒有分藝術片 商業片這樣的分別 我覺得電影只有好看的電影 跟不好看的電影 對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把藝術片拍得很好看 把商業片也拍得很好看 嗯 那在裡面不管拍的人 或者是看的人都獲得 都獲得快感這樣子 嗯 對 所以我又覺得說 這次我來拍一部 所謂的商業片 嗯 給大家看 而且是一個所謂的很 台灣本土電影 了解 對 本土題材 因為講到本土說真的 其實這幾年都有所謂的賀歲片 對 賀歲片其實已經走到另外一個模式 當然也有覺得是一種可舊 的本土 台語發音為主 喜劇片 是 那 靜潔應該一開始想到的 不是這一類的電影嗎 對 因為對 也是像 樂龍兄講的 就是說 就是說 本土好像 被 被化約了 太過 簡化或符號化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難免啦 我覺得一旦 一個市場 一旦 是一個有市場潛力的 一個東西 它就會一直複製成功的模式 然後複製到大家又膩了 那可能又只好再走 對 那 那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本來就是一個 一直出生在台灣 一直成長在台灣 又是中南部的小孩 那 說本土 我覺得我在本土不過嘛 草根 我在草根不過 對 那當然我覺得一個創作者的 內在一定有很 很內在很心靈的部分 那它會變成最遙遠的距離 但也會有非常的屬於這塊土地的氣息 對 你的社會面的東西 那就是艾琳娜 了解 一種是有社會連結的 一種是比較超驗的 對 比較心靈的 那可能是沒有地域之分的 對 那這個同時都會在一個創作者身上 了解 所以這個故事在寫的時候 我比較好奇就是所謂的 當你心中已經預設的時候 因為我可能想做得稍微商議點 主流一點的時候 對於劇情結構 或者是人物設定 事件安排上 會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出手嗎 會 因為我看到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還蠻 真的前面 對 就是很多的環節設計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可以引人入勝的 什麼是商業片 其實我覺得 這些年來台灣導演都在學 真的嗎 對 因為我覺得電影 電影在台灣 曾經失落了十幾二十年 那這個失落 把所謂的主流電影的模式 他就大家就有點淡忘了 對 那現在好像電影市場起來了 我覺得其實大家都樂觀形成 我們應該先讓台灣電影 在市場上可以立足 生意好一點 對 可以立足 然後形成一個產業 那我們才有可能在這個產業上 長出各式各樣的企劃藝果 了解 對 所以我覺得 那我當然也很期待這樣 所以我就想 我這次來拍一部商業片 那什麼叫商業片 我們就做功課 我覺得很棒的就是說 這幾年很多翻譯的電影工具書 不像我們二十幾歲的時候 很少這種書 了解 那我們也拍電影拍那麼久了 我們就找這些書來看 我們很快就理解他在講什麼 舉例子 比如說 好萊塢他們就很流行三幕劇 那他們很多商業大片的結構 基本上都是三幕劇 假設一部電影兩個鐘頭 第一幕就是半個鐘頭 第二幕六十分鐘 第三幕半個鐘頭 對 他們就用這樣的一個架構 來說故事 然後驗證出來是 觀眾最能接受的是這個 譬如說艾琳娜 對那艾琳娜 我一開始也是用這個三幕劇 來架構老實說 但是我寫完劇本的時候 我覺得無趣 我覺得沒有那麼三幕 對對 我又把三幕劇的這個 嚴格的架構 又把它模糊化 但是它依稀有跟著三幕劇 在走 但是我不想要遵守得那麼的嚴格 了解 因為我覺得那個在 對創作來說 或者對觀眾在看的過程中 缺乏 缺乏一些意外的驚喜或者挑戰 但我覺得美國他們可以三幕劇 用得那麼嚴謹 那麼純熟 一方面跟他們的整個工業 技術的技術面也很有關 譬如說他們砸一些特效 然後光是那些特效就引人入勝了 你可能就會忘了 它是一個很太過公式化的三幕劇 我懂 就是說它用一些Gimmick 就讓你混淆掉 說到底它現在還是在 那個設定的那個情節的取向 但是當我們沒有那些 很厲害的特效動畫的時候 觀眾就會專心看你的戲 然後就發現 你就發現 哎呀 太公式了嘛 太公式化 這個好主角再來 一定就會怎麼樣都猜得到 就沒意思了 靖傑你還是舉一個例子 以片中來講 你自己覺得有點偏愛的 譬如說寫到哪裡的時候 好像本來應該就怎麼了 但是你又刻意把它 以藝術的眼光翻轉了一下的 我讓你自己來說 好 我其實很多地方是這樣啦 就是為了商業 我就讓它像偶像劇 就本來好像已經要 對 或者像本土劇 但是譬如說 男女主角她們 她們在一個橋下親了 然後 你說有喝酒的那一段對不對 擦槍走火了 那個浪漫的 偶像劇的東西出現了 這很像看美國紐約電影對不對 對對對 看著布魯克林大橋 對對對 那麼美的夜景 然後車停在河邊 然後喝紅酒 對 然後來一段浪漫 為什麼是喝紅酒 喝紅酒啊 因為 為什麼不是喝 就是要呈現底層 底層的人向往中產階級的生活 不合小雅的情調 對 那我覺得我就喜歡玩這種反差 然後後來呢 然後後來就是他們 那個很浪漫的夜景 原來是工業區 然後是很 白天跟晚上的反差 那麼那麼的大 因為晚上 因為工業區的那些巨大的結構 必須要有燈嘛 是 要照亮嘛 所以它那麼龐大的一個結構體 當燈很璀璨的時候 然後在夜色的掩護之下 你會覺得 哇 這是一個非常美的夜景 所以那真的是工業區 因為我沒有 因為你知道怎麼樣 你看 我就比較像觀眾 因為我看到那個精神的時候 我只關心他們到底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到底昨天晚上怎麼了 對 我還沒有太愛去觀察那個地景的差異 因為我原先當然也知道那不可能是 是 譬如說香港維多利亞的夜景 或是紐約的夜景 我也知道他們是在一種苦中作樂 對對對 我們這樣講好了 這個艾琳娜其實非常重要的是 就是一個 因緣際會學會小提琴的 女孩子 她跟她的家庭 她的爸爸 跟她的 三個 三個哥哥 然後跟她另外不斷相親認識的人 以及有一個巧遇的 對 俨然又像真命天子 可是之後 這個裡面蠻好萊塢單牌的 對 一個我們的男主角 就是其實我非常喜歡的 在那個候鳥 候鳥來的謝謝 作為 莊凱勳 莊凱勳 對 那所以 這次我覺得很棒的就是選角 嗯 靜姐要不要講一下 因為這些裡面 包括有我認識很久的人 可是我突然看到它 很不一樣的質地 是 譬如柯淑緣 對 我真的要給你拍拍手 是 也要給他拍拍手 因為他去電視圈混了 也還蠻油了 對 可是在這裡面 他啊 黃鐙輝啊 我都好驚艷 都很棒 你怎麼辦到的 我老實說我也 也慶幸我一開始 打算要拍一部商業片 你本來是預備 對對對 所以我就選角 我就一定要選 有知名度的 要不然假如我不是打算拍商業片 我可能就找素人來演了 或者是 因為哥哥必定是配角 對對對 就是演這些哥哥們 然後演一個高雄的家庭 我搞不好就是直接在高雄找劇場演員 或者是高雄audition一些素人 然後給他們做訓練 我相信也可以 也可以呈現出很道地的 高雄的一家人的感覺 但那就會走 走向侯孝賢的電影的那個路線了 素人呈現一種 好像紀錄片式的真實 但這是因為我一開始就打定要拍商業片 所以我就逼自己 我一定要用這個邏輯 我要找線上演員 大哥還是代曆人 對對對 而且我要盡量找有知名度的 那像柯淑遠在電視八天檔 已經是一線小聲了 很受歡迎 那黃鐙輝他是血腥 大家很喜歡的血腥 他是破譯片的 記下部之一 對沒錯 對 那大家會認定說他是個血腥 那很好 他有知名度很好 那龍哥龍少華也不用講 他在電視圈那個大哥的地位 已經不用講了 對 那像這些演員 陳怡榮又是偶像劇女王 對 那其實我一開始也會有點擔心 然後我的工作團隊也會有點擔心 這些演員他們的屬性都很不一樣 對 表演風格 表演風格很不一樣 那黃鐙輝綜藝咖 柯淑遠 那個本土劇小聲 空內的 對 然後代曆人 他不太演電視 他都演電影 這些人要把他放在一起說 他們是一家人 這會不會太冒險了 對 那好 其實我覺得結果就結果論 我會覺得那個藍組偉講一句話我很贊同 他說這個電影為台灣演員找回尊嚴 那我覺得這是對演員最好的理讚了 對 也是對導演的肯定啊 這個我就不敢講 因為真的是演員很棒 這些演員我覺得 我覺得我拍這部片讓我發現台灣真的有很多很棒的演員 很棒 只是說為什麼我們沒有發現他 或者他們為什麼沒有機會呈現他們很棒的那一面 因為演藝生態裡面可能不要他的那一面 對我覺得很可惜 我覺得尤其是電視演員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我們的女主角這個不會拉小提琴的 他花了十個月戀的 嗯 你對他這樣一個 他也是高雄女孩對不對 他高雄人 對 哦 其實我跟 呃 他好漂亮 對 陳奕隆我覺得他是天生的演員 他真的是很有表演天分 那 我在跟他合作這個片也不是沒有困難 因為他拍偶像劇已經拍超過十年了 而且他早就是偶像劇的一線 那 來拍電影 他算是一個比較新的嘗試 他前面拍過兩部電影都是客串 客串那種很怪的角色 這次算是他第一次主演 了解 那 他也很重視啊 那我當然也不用講 那我們在一開始拍的 拍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有我們爆發了很大的衝突 對 然後那個衝突就是 那個癥結其實就在於 他的表演方式 跟我對電影的表演 的認知是有落差的 對 那個落差 到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終於就爆開了 後來我覺得那個爆開很好 爆開之後我們才有機會好好的溝通這件事情 然後到那一次之後他就非常棒了 他調整 是他調整 對 他調整 簡單來說他 他之前 他之前就用電視劇的演法 來演電影 那我跟他說 你那個 譬如說他會很認真的看劇本 做筆記 他會設定說 好這一段話 我講哪一劇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表情 我講到哪一劇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手勢 我講到哪一劇的時候 我要怎樣 他會很認真的做這些設定 而且在拍的時候 他就很精準的執行出來 那對我來說 在一個電影這麼大的螢幕 你只要自然就好 你不要去做太誇大的表演 因為它跟電視不一樣 電視螢幕那麼小 而且觀眾在看電視 是不專心的一直轉台 所以你必須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做比較誇大的表演 來吸引觀眾 去吸睛 對 但是電影 我們期待觀眾在戲院 在一個黑盒子裡 專心的好好的 完整的去看一部 兩個鐘頭左右的電影 所以你讓觀眾舒服很重要 了解 對 那是相反的 說得好 對 你不要很刻意的 去做誇大的動作 但是我想 人都難免會有慣性 那我們在 我們導演 很怕自己 就不出來 對 空了 對 被吃掉 我覺得導演最重要的事情是 導演要懂得看 導演不必很會演 或者導演不用教他怎麼演 但是導演要會看 你可以看得出 這樣是不OK的 你應該挑戰怎麼樣才是比較OK的 那提醒他 好 雖然時間不多 但是我一定要提一下 我非常欣賞的男主角 我們不能忽略他 莊凱勳 莫子儀只好稍微犧牲一下 因為蝙蝠不夠了 對 因為這次莫子儀他演的是個配角 而且很特別的配角 跟他以前都不一樣 對 小莫這次是另外一種帥風就對了 對 有點小黑色的 黑色的幽默 可是莊凱勳還是 就是這真的很棒 比志氣的那個他就更好了啦 是 我這次跟凱勳我們也花了很多的精神去抓這個角色 那簡單說我就跟他講說 凱勳你不管講話 或者你的表演的眼神 那個陽剛味都很鮮明 那現在我們這個角色一個離婚的單親爸爸 退休員警 擔心爸爸的計程車司機 然後你做什麼都失敗 你是個失敗者 然後你鳥鳥的 你想跟你前妻復合 前妻根本就看不起你 帶著一個小女兒 然後也弄得離離離離離 那我就說好 你要你身上本來具有的陽剛 那個精神意義的部分 你要削弱一點 你要模糊一點 讓它模糊化一點 那你身上原來就具備的那種草根性 那種質樸的感覺你要保留 然後你要再加上一種很放鬆的幽默感 很放鬆的很鬆的 那我覺得凱勳他 他有時候一個人的特質是一體兩面 他的陽剛 就會顯得太堅了一點 有時候會太硬一點 對 那我們就去修他 提醒他 說鬆一點 糊掉一點 不用那麼銳利沒關係 糊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演出指導導演 應該真的功不可沒了 我有看到這部片的演技 是很閃亮的 那當然這個劇情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一個從草根的裡面的悲歡離合 慢慢最後還帶到了 有一點點社會意識 雖然他並沒有 他不是真的像什麼什麼什麼 永不妥協 他並不是最後真的要去 把一個什麼事給徹底解決掉 他沒有 但是你還是安排他去做了一些事 能不能把這個 用30秒很快的為他講 為什麼你要選擇這樣的一個出口 就是你只拍他們的悲歡離合也可以 就只談他之後跟建設司機的戀愛 結束好像也可以 一開始說要拍商業片 所以一定要有個Happy Ending 然後最後我們要立志 但是我又不想要太過於簡化的 很不真實的騙觀眾 所以一個底層的勞工階級如何翻身 女主角艾琳娜她想追求幸福人生 她早去遇到高富帥 後來挫敗了之後她如何扳回一層 這個扳回一層我不希望是麻雀變鳳凰 這種過於 透過另一半的 對 過於簡化的 或者是不切實際的一種虛幻的寄託 而是她要肯定自己 她要找回自己 她要發現自己的價值 並且跟同樣落實的人站在一起 彼此給予彼此能量 大家失敗者聯盟在一起 奮力 扳回一層 但最後是現實中有沒有成功 不是導演最關注的 對 重要的是 她不用再去 她不假外求了 她不用去攀附一個高富帥 才能夠獲得幸福的人生 她發現自己的價值 她肯定自己的價值 並且她貢獻出她的 她的能量給同樣的落實的人 了解 對 這樣子她就會感到 她就可以立足了 是是是 因為人生的成敗其實很難講 也不能一切都只以成敗來論英雄 努力的過程還是很重要的 那個自足自信的過程 是艾琳娜想要表現的 最後跟大家講她這次的上映的時間 對 全省在 6月5號 我們全台灣都有21家戲院 6月5號 歡迎大家照艾琳娜來看艾琳娜 好 謝謝我們林靜杰導演 謝謝 謝謝 我記得是一脹 舞蹈跳舞 不然還是好 沒有鑨鑨鑨鑨鑲k 你不能難過 阿伯一定會有事情 不要 我不覺得我如果是小孩子 叫爸爸 你有沒有在冠心嗎 沒有 我愛你來一條歌 我愛你來一條歌 我啊蓬勒 我啊蓬勒 你嘛 我啊蓬勒 啊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